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在如亲眼里 翟先生是一个很特别的男人 他不像其他雇主那样请了保姆回家 恨不得把人家当老牛一样使唤 埋头干掉所有的事情 如亲是专门请来照顾翟老太的 翟先生说他得了失忆症 从前好多事情都忘记了 翟先生好忙 他开一家小小的汽车维修店 穿着汽油味的功服 给熟客换胎 休旅过 陆皮卡着拉缸 只要得空 这个勤快的男人会跑到烟火味十足的菜市场 买回一条细嫩排骨 先自下厨 活被抢着干 如亲过意不去 翟先生煎除葱油香味 把排骨爆得酥香微焦 在香气缭绕的小厨房说 我妈就好这味 找老太伸出粘了白米饭的筷子 率先抢走最大块的骨头 塞进嘴里松垮大牙 滋啦滋啦地咬着 他拿纸巾 刺去他嘴角的油花 小咪咪地说 妈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说完翟先生往如青碗里夹了一块排骨 老太太见状 有样学样的往如青的碗里倒菜 然后用苍老的声音说 乖女儿 快吃 乱点花名谱的老毛病又犯了 清醒时 翟老太翻动 陈锋在时光轨道里的老照片 唠嗑 十岁那年 翟先生的妹妹死于一场火灾 火扑灭了 但烈焰吞噬的地方 在老母亲心里留下了焦黑裂痕 如青听了 眼泪扑苏扑苏地唠下 翟老太没了女儿 她同样从小没有父母 供情像一汪泛滥春水 她付诸更多耐心 陪老太太剪指甲洗头发 唱京剧 缓缓把日光撕裂成 风塘模样 直到翟先生的前妻把儿子扔回来 鸡飞狗跳的生活 才拉开序幕 如青从未见过 跋扈至此的小男孩 七岁的翟小华 拥有破坏航天飞船的威力 高分贝的嗓门 突突突地制造噪音 连翟老太的老花镜 都逃不过背脚踩碎的命运 大抵是亲妈骄纵 她顿顿要吃炸鸡薯片 对如青辛苦三小时做的 炖菜汤不屑一顾 昔日温馨的餐桌 氛围变得虐童现场 想吃的得不到满足 这颗被油炸食品味大的小肉球 简直想拆天 翟老太迷糊地问 你是谁 翟小华生气跺脚 有没有搞错 连亲孙子都不认识 快给我红包买陀螺 小肉球碰到老太太 粗暴地从她口袋里翻钱包 翟老太吓坏了 抱着白发横生的脑袋 躲进房间 翟小华不一不饶去追 如青生怕老太太摔了撞了 急忙用薄薄的身去挡 谁都不能小瞧了 一个炸弹男孩的威力 翟小华一头撞过来 他的肚皮疼得炸开了花 好在 翟先生回来及时 耐心对话无果后 以暴之暴把小肉球关起来 木门被踢得叮叮咚咚 翟小华把外头的大人 挨个骂了遍 怒斥爸爸为了区区保姆揍他 要找妈妈告状去 如青忐忑 翟先生却拿出一瓶药酒道歉 他说前妻把儿子交成这样 自己有很大的责任 闹剧持续到凌晨 翟先生坐在阳台吹风 就着一碟红衣花生米和啤酒 来呗 浅浅醉意 短暂消除主顾间的身份差距 翟先生续续吐槽 曾经的他是莽夫一个 爱浪爱玩 不务正业 有阵子迷上赌博 运气很好 一下赚了几十万 走起路来比庞系还横 前妻是在那时候取得漂亮火辣 老坐在他大腿上看牌 不久 怀孕生下小华 人不可能一直撞大运 在最需要岁超养玩时 他频频输钱 连内裤都要被底掉 翟老太一向不赞成 儿子靠这个吃饭 劝他收手 踏踏实实过日子 尝过甜头的人 哪愿意吃苦 再薄一盘成为笔实的信仰 只可惜 人越背时 气运越低 他咬咬牙 把翟老太多年的积蓄偷走 最后落了个全盘结束 惨淡收场 乌漏 又落雨 前妻瞧不上 债台高筑的男人 带着儿子迅速改嫁 债主们气势汹汹而来 扬言要砍断他的头 好在翟老太把房子抵出去 用拘搂时光帮人干苦工 给了他第二次重生的机会 痛定思痛是一个漫长改造的过程 好比幼年毛毛虫退去有毒钢毛 直到开了修理店后 阳光才重新升起 不过时光蹉跎亲情 等他下定决心改好 妈老了 儿子也废了 如今第一次看到 刚强汉子磨走月光下的一滴泪 好苦好色 导弹鬼要怎么治 宅信说 棍棒之下出孝子 打打也许有用 小肉球第五次 摔坏橱柜的玻璃杯时 尖利的挨揍调子 在客厅嗷嗷的叫起 如今脸上伸出一丝悲悯 腿脚不听使唤 硬生生拦在 沾了白蓬蓬面粉的 擀面杖前 宅先生原本就是吓唬一下 顺着台阶静置走了下来 小男孩发现 老虎不是纸老虎 也吓得抽抽搭搭 缩在墙根了 宅老太从兜里掏出 几颗彩色糖果朝着挥手 一个巴掌 一枚甜枣的苦肉剂 倒有奏效 如今奢侈其满粒碎片 进厨房 沿袭酸酸甜甜的松鼠鱼 当舌尖有了更高台阶的 美味滋养 自然更容易取代快餐食品 若干个365天养成的坏毛病 难以在一早一夕间修复 好在翟先生舍得放权 他在儿子面前尊宠如卿的地位 称他是翟了他的甘女儿 爸爸不在家 就得听姑姑的 如卿自掏腰包 买回字帖 拉钩跟小肉球达成协议 写五个字 奖励一颗爆米花 好多年前 他听一位老先生说过 写字静心还能渲染出胸中秋鹤 老太在一旁拨毛豆 追电视剧 偶尔放一两个响亮的辟住信 翟先生忙到乌其妈黑的深夜回来 被扑面而来的岁月静好 感染 一串串期待爱情的音符 在心中律动起来 那天 如卿抱着一大盆湿衣服 到天台晾晒 翟先生看见卫生间 还有一张刚替翟老太换洗的被褥 顺手跟着拿了上去 如卿站在阳光下 柔柔清风吹起了乌黑的发烧 不知怎的 他生出一种跟他共度余生的情愫 不如以后日子咱们一起过吧 突如其来的表白并非一时冲动 而是在日积月累的陪伴中 偷偷酿出了糖霜 然而如卿摇头了 翟先生有些迅 他觉得糖兔是糖兔了些 总想有一个被拒绝的理由吧 如卿吱吱吱吱 平日哄得翟老太 开怀的一张乖巧甜嘴 仿佛遭了恶毒巫室的封印 翟先生问 是嫌弃他身上的汗味汽油味 还是担心婚后不给家用 他分明能感觉出他的好感 男女间情愫 有时只需一个 等你回来吃饭的眼神确认 或是无意在狭窄厨房 发生手一手的碰撞 阳光晒得肩头暖暖的 如卿看着地下的影子 滴滴诉说 飘零如瓶的唏嘘半生 他是孤儿 从小被养父母收养 领回去的缘由不是为了爱 而是希望他成为新生儿 降生的影子 七岁那年 养父诊出不孕症 养母家的婆姨 叔伯纷纷雀离 一拍两三后 养母改嫁 他跟着孤零零的养父生活 妻离 无子的命运 像一把家国热炭的火钳 生生扭曲了中年男人的子孙 在霞凤中挣扎到18岁 如卿终于逃离了那个 不能称之为家的家 打工时 他遇到了当厨子的前夫 被甜言蜜语的柔情表象哄骗 还原后 跟他回老家生下女儿 从火坑爬起 又掉入狼窝 前夫一家 得知他身后无人可靠 在物质和精神上双管齐虐 如卿读书不多 一心希望女儿 走另一条开阔的路 婆婆却说 在他们那里 女娃娃都要等到六七岁 才开始上学 那是义务教育的起点 并非如卿渴望的用心栽培 他到镇子上饭馆擦盘子 给米铺老板扛粮食 努力宰下一分一毫 想让女儿上幼儿园 杀千刀的前夫 却偷走辛苦钱 滋养另一个女人 被发现后 扯着如卿的头撞墙 骂他不识食物 如卿悔恨的 当初 他只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却被家的牢笼套得更死 前夫心慌怀孕了 他向一块破布 被扔出家门 流落到外地打工 如卿省吃俭用的钱 寄大半回去 免得女儿连吃一口饭 都要看前婆婆的脸色 翟先生懂了 立身在危险边缘站久的姑娘 难免害怕再次跌落悬崖 他不气美 不放弃 在烂泥里 莫爬滚打 多的时候 浪子都能爬起 谁规定 幸福的雪 不能降落在泥泥的山头 他每天回来 都会带些小玩意儿 有糖果 有棉花糖 有时还有迷人的小筹菊 一室三份 屋子里的老中小 人手一份 谁也不用抢 谁也不必让 只是翟小华 咬着花瓣 不解的发问 爸爸 花又不能吃 买这个回来给我干嘛 傻孩子 这叫借花献佛 翟先生大咧咧的说 然后偷偷秒了一眼如青 后者转身到厨房 端出蒸好的梅菜肉饼 抢着起碗时 他看见一只厨菊 安插在宝蓝色的小花瓶里 像被谁细致的捧在手心 一丝甜 在粗犷的心头蔓延 难得休假 翟先生领着三人到水库野餐 手把手的教如青甩杆钓鱼 如青有些不好意思 被正午太阳晒过的脸 透着水蜜条般的粉嫩 翟老太清醒又不清醒地喊了一句 我儿媳妇真俊 翟先生心里高兴极了 神助攻的老太太饱到未老样 唯有瘦了一丢丢的小肉丸 不解风情 奶奶 那个不是你干女儿吗 怎么变成儿媳妇了 那一夜 翟先生从修理店回来有些晚 看见如青抓着手机在阳台哭泣 细问之下才得知 如青女儿不小心弄脏了 钱福星儿子的裤子 结果被钱婆婆揍了一顿 小小人儿偷偷打电话来哭诉 妈妈救我 翟先生想起儿子刚到时 他也拿过赶面杖示威 却被如青当场跪下来阻止 一饮一着 总有即可寻 他用暖暖的掌心 包住他的手 有没有想过把女儿接到身边 如青想的头发都要掉了 但他没有房子 也没有强大的壁弯 怕抢不过前夫 如狼似虎的一家人 翟先生说 不要怕 只要你愿意 我就帮你解决 不过他澄清 这不是为了逼迫如青跟他在一起 而是出于一个男人的义愤 翟先生 带了当律师的客户筒去 用一大堆专业术语 把前夫的家暴和虐待 跟法律挂钩起来 欺软的人 通常怕硬 更怕都耗子 如青把伤害累累的女儿 抱上车 律师敬业地 朝那位不称职的父亲喊话 如果不赔偿五万的话 等着收律师信吧 对于恶人来说 威胁永远比哀求好用 如青的账户 一下子天天充盈 他再三感谢律师 律师先生摆摆手 要谢就是老宅 每次免费给我的车做保养 就是为了多找一些 帮你脱离苦海的方法 如青的心 是在这一瞬间完全打开的 多少年来 他都渴望有一个 靠得住的肩膀 让人疲惫时 能靠得住 稍微休息一下 律师有商有良 得以解决问题 这是个千载难逢 奔向幸福的机会 成不成都要勇敢地尝试 一个新的家庭组合诞生了 如青操持在内 翟先生挣钱在外 他为他女儿 学了一间口碑不错的幼儿园 日出门 左手牵着小女孩 右手搭在小肉球的肩上 他帮找来泰 泰系好鞋带 慢慢行走在阳光充足的小树林 竖筋动骨 走到一半 翟老泰拉着他问 乖女儿 那天我没把你一个人留在家 对不对 带你去新开的米记 汤粉吃早餐 他说着笑着 如青眼泪 却莫名地掉了下来 新婆婆的阿兹海默症发作了 记忆仿佛停在了很久很久以前 那时候 翟先生的妹妹还没有去死 这老泰把最心痛的惦念 留在了那些深处 岁月像皮擦呢 悄悄地消去了一个人的记忆 他忘记了吃饭 忘记了穿秋裤 忘了回家的路 唯独不愿意忘记 心中依然爱着的人 如青内心生腾起一丝庆幸 好在历经痛以恨的创伤 他依旧没放弃爱人的能力 等到很老很老的那天到来 自己也是会忘不了 踩着七彩祥云 带他离开泥潮的翟先生吧 慕斯夏晨如青准备了一锅 软而怒的小米南瓜粥 悄悄在孩子们耳语 小肉球和小女孩抓起米奇 和米泥头的勺子 抢着给奶奶示范如何使用 一遍又一遍 不知疲倦 仿佛父母第一次教会亲爱的小孩 该怎么独立去当食物的主宰者 翟先生双手环抱上 如青细耳窄的腰身 亲泥的在他脸颊上吻了吻 说像奔赴着平凡幸福 来得不急不虚 细水长流 生活着难与美 也有人陪伴和面对 在暗夜生出了新生的花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华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华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在这里 感谢观看